今天在三分外線的斬獲相當的多 總共了18頭9中的命中率 而在兩分球上面呢 玉龍今天是63頭27中 台灣大出手少了10次 他們呢在兩分球上面呢是53頭23中 所以今天的甲板一直在強調 就是玉龍的命中率的問題 今天呢不管是兩分或三分 他們都踢到了鐵板 的確喔 那當然每一個隊友 都有一個隊形上面的一個呼和的一個狀況 那玉龍隊在下一場再遇到台灣大的時候 勢必要去解決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二分乾旱的一個問題啊 今年呢在這個球季當中 雙方交手了三次呢 台灣大全部都獲勝 所以我想呢玉龍呢 在下一場比賽跑到台灣大的時候 正如同剛剛甲板所說的 必須要去找出問題並且修正他 非常感謝您收看 今天我們為您帶來第二場比賽的現場直播 球比甲板還有我張富林先跟你說說再見 待會兒我們繼續回來欣賞第三場的比賽 拍了一千分之外 兩千分之外 為了一千分之外 第二天 搭輪輪輪出了 第七次